国际焦点来关注的是有关中东局势最新消息 以色列军方发言人表示 哈马斯领袖辛瓦很可能在加萨空袭行动中丧命了 以色列正在确认这项情报 另外在黎巴嫩方面 在以色列警告之下 半导电视台已经撤出黎巴嫩办公室职员 以色列一泼泼的空袭 黎巴嫩南部的一名市长在开会时被炸不幸丧命 以色列北部在当地16号晚间 哄的一声爆炸 随后就是紧爆狂响 黎巴嫩真主党火箭炮攻击 从白天就开始 以色列指控真主党发射了多达30枚的火箭弹 但是以色列的动作也没在收敛 至少六个地点同时爆炸 以色列轰炸黎巴嫩南部城市纳巴地叶 还炸死了当地的市长 这波攻击至少16人死亡 但是为什么连市长都会成为目标 纳巴地叶的市政厅被移为平地 同时南部城市卡纳也难逃炮火 以色列对黎巴嫩出兵两周来 多达120万人流离失所 孩子跟着大人参风露宿 好一点的能到联合国提供的避难所 但同样看不到一丝和平曙光 李巴嫩在两周内就几乎快要变成第二个加萨 连美国都看不下去 从白宫到国务院都发生 但是现阶段的拜登政府 除了口头告诫的外交司令外 似乎难以牵制以色列的行动 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所作所为都点燃了伊朗怒火 不但要报复当地甚至还为真主党办起了募款活动 妇女们纷纷捐出了珍藏多年的黄金首饰 伊朗正酝酿下一波行动要为真主党出气 但是也要提防以色列会为10月初的飞弹袭击报复 不过在此时美国也有行动 出动了B-2轰炸机 打的是伊朗在叶门的同伙胡塞组织 这一回美国没有联合盟友是单独出击的 声称是要打击叶门胡塞组织的五座地下军火库 更是要给伊朗一个严厉警告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欧乌战争的部分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晚间在欧盟峰会发表谈话 泽伦斯基是带着他的胜利计划向欧洲各国领袖游说 不过这项计划的第一点就是立即获邀加入北约 欧洲盟国的态度是有所保留的 而俄罗斯大酸泽伦斯基不够清醒 说这是一份乌克兰的不幸计划 乌克兰的无人机深入俄罗斯境内西南部 暗夜中居民恐慌 俄军防空部队试图打下无人机 这是9月底乌军无人机攻进俄罗斯的画面 目标轰炸储存伊朗军员的弹药库 西安恩获得许可独家曝光作战秘辛 无人机任务在暗夜中进行 发射地完全保密 整个过程得在40分钟内完成 乌军无人机部队准备就绪 起飞前透过汽车快速追踪 确保无人机顺利升空 不只发挥打带跑战术 还要骗过俄军防空雷达 放出十多架诱饵无人机 再机翼贴席帽 让俄罗斯雷达上当 掩护真正的攻击无人机 但尽管无人机作战有效 乌军更希望美国及盟国 放开武器使用限制 为了尽快结束战争 乌克兰总统泽文斯基 游戏欧洲后 回到乌克兰国会 公开他的胜利计划 乌克兰军情高层 与西方国家外交官 接出席聆听 所谓胜利计划五大重点 第一 立即无条件 或邀入北约 让普京感到政治算盘失败 第二 不可逆转的加强自我防卫 包含国防产业防空能力 取消武器使用限制 与继续在俄国境内 展开军事行动 第三 建立非核战略阁阻 第四 开发战略经济潜力 第五 战后乌克兰部队壮大北约 可取代部分驻欧美军 北约秘书长宇戴保留 因为能否入北约 还有关三十个成员国 是否都同意 而且美国也认为 要等战争结束 不是现在立刻加入 张北约势力东扩 毕竟俄罗斯就是欧战战导火线 俄罗斯趁机呛基辅 赶快清醒 乌克兰人们在机府独立广场 当年阵亡士兵 要求释放政府 和乌克兰的孩子 举标语找爸爸 乌军阵王的眷属 不希望和谈 俄罗斯也持续推进 乌东前线 公布空拍画面 显示激烈战斗后 乌东两座村庄 被俄军插旗沦陷 战争何时划下据点 也跟泽伦斯基的胜利计划 一样很遥远 TV新闻综合报道